上集就說到我從關西機場出發 首先去神戶一轉 之後直到淡露島的一日遊 今集就會分享我在剩下的兩天 是怎樣往轉淡露島 精彩行程實在太多 放不進片頭 大家都是乖乖的 看到最後啦 GoGoGo 第一站我們來到 大明門橋紀念館 那些紀念館多數都沒有走真 先戴撇子 NO 這個所謂的紀念館 根本就整個洋蔥主題樂園 在淡露島必去景點沒有之一 這裡就是可以鐵 洋蔥頭假髮的地方 我戴了這個之後 大家有沒有覺得我和洋蔥完美融合了 喂呀 這個是不是想笑死我呀 其實它是一個 鋼琴 那張琴椅就是這樣 就可以這樣在這裡塗 我配合分一個 沒有分一個 沒有分一個 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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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 沒有 沒有 看到這 这个就是整个地区里面 其中一个最受欢迎的打卡点 就是超贵的药葱 好像超厉害的超出名的地方 简直是名物的大集合 所以大家如果来到的话 就记得来这里打卡 这个就是一个好像卖店的地方 当然会有非常多的洋葱 那这些是特别栽培的洋葱 是600亿 哇!很大的啊! 超过型的 看看这个样子 看看 什么事 哪里还有个洞 什么事啊 很喜欢他的死鱼眼 他这个死鱼眼超搞笑 他们的价钱牌画得很有心 你看看 画完漫画 这样 用三秒钟就可以冲到的 淡路岛洋葱 重点是什么呢 就是 这里有个纸盆 然后 大家是可以试饮的 这里 这种 很香 很香 来到我最期待的环节 不是 应该是你们最期待的环节 没错 就是夹洞葱了 但是这次夹的不是洞葱 而是洋葱 如果你夹到一个的话 就可以换1.2kg的洋葱 大家看到洋蔥是滑嘟嘟 肥嘟嘟 很明顯是很難夾的 我希望一會不會讓大家失望 多數第一次都是習慣一下影片 嘟嘟 各位 我 等一下 就夾到 洋蔥 我簡直是不敢相信 我現在整個人充滿自信 那個是用來給你夾的 這個就是給你拿回家裡的 潮風 下午這件 只要聽名字也覺得有型 好像那些電單車的名字 耶 下午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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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就是我的餐 有淡露島的士多啤梨 還有淡露島的洋蔥圈 這個包皮看上去就很鬆軟 我們先看看裡面 咦 看到那些洋蔥 然後那些生菜 番茄 那它的淡露牛是 肉碎來的 攪碎的 那這個 就900多耶 好厚 好厚喔 整個巨毛蠣 怎麼一口咬下去 誰一口咬下去 好厚 這個淡露牛雖然是肉碎餃食 但是呢 是很濃的 好厚喔 如果想在室外吃東西的話 其實在那個大洋蔥下面呢 還有這些洋蔥桌桌子 等等呢 也挺有趣的 你看 在那個洋蔥桌上面吃東西 超有趣啊 沿路走到盡頭 還會見到很多釣椅 Super Chill啊 好厚喔 剛剛吃完這個洋蔥包 我發現了這個 超漂亮 超漂亮 我現在是見到 暮滴海邊的地方 還有這個叫做什麼 要搖眼 那我們就來試試這個 淡露阿可以 喔 嗯 為什麼會脆成這樣? 很脆,很甜 如果看著這個景 看著這個淡露島Burger 也挺爽的 也不是... 真的要享受世界 很大 我們現在來到下一站 就是來看這個漩渦 我們今天就是非常有機會見到很大的漩渦 我們馬上進去看看 坐船大人一個是2800日圓 小朋友是1000日圓 他們有一個叫做 聚望預約的機制 也可以來到市買票 如果你來到市買票的話 就很棒 因為他有飯看中文 大家坐船之前 如果有些時間 可以來買一下手信 手信很多都是跟 船、海、有關係的東西 這個洋蔥手信 搞笑 兩食入的 有兩人份的洋蔥湯 好搞笑啊 有很多洋蔥手信 全部都是洋蔥 竹湯 等那一陣子還可以吃一下竹湯 大家看到竹湯 是一個船波形狀 超厲害的 船上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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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現在準備 船窩式轉進去 看我們的船窩 這個動作是經過專人訓練 小朋友千萬不要學 大人也千萬不要學 我們現在就出發了 Let's go 好可愛 大家都可以乖乖地 正常地走進去 好可愛 好可愛 嗚呼 大家好 我現在來到這個甲板了 好可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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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就算沒有船窩 都已經好可愛 好可愛 都不認得 希望就可以看到船窩了 好可愛 哇 哇 1年多個 哇 厲害啊 這個超大 好美喔 哇 好大方向 很大 這邊四個五個六個 我們現在呢 回到來下船啦 今天呢看到超高船啊 好開心啊 非常推薦大家 來 我們來這個景點來看漩渦 真的很特別 你是一生難忘的 Very good 時間關係就已經來到今晚最喜歡的酒店了 這個旅館有什麼特別呢? 就是它可以釣魚的 所以我們剛剛放完行李之後 就打算直接去釣魚 看看我們可不可以釣到這條魚 如果釣到魚的話 只要加錢 它就會成為我們出上美味的食物 這裡有很多不同的釣場 你看看有些是石頭的釣場 但我們這些材料應該不是在石頭上釣了 我們會去一個比較簡單的地方釣 哇 哇 各位 這個就是我的魚竿 去 啊 啊 啊 那我們現在就去我們那個釣魚場 看看我們的釣魚場到底是什麼樣子 是那個小釣魚 ตと代表水 我在海進去 可不可以釣魚 人類的釣魚 都被釣魚的釣魚 剛剛就是靠機了 好 謝謝 請你上下 去餐進去 哇 我把餐廳放在一起 我把餐廳放在一起 把餐廳放在一起 是 把餐廳放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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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嗯 今天就開始進行我的第一次試餐廳了 把餐廳放進去 就放到餐廳那裡 大概這裡 不要緊 我本來都沒有想到第一次就成功 是 我不會放棄的 沒什麼反應 我可以 是 嗯 啊啊啊啊 喂 啊啊啊 胖一點 嗯 蝦就已經被人吃光了 魚呢 還沒釣到 那我們就 不要緊要再試幾次 是 以上是Gumimi的第一次試釣個個完畢 那為什麼在這個地方那些魚這麼難釣呢 因為它不是混死了那些魚在那裡的 是真的一個大海 那所以就會比較難釣一點 那但是這樣才有 才有這個 超戰性 你捉一隻在雀籠裡面的雀鳥有什麼好玩呢 我們就是要出去打獵 好玩 會不會 我會不會說 到處 如果不怕 會不會說 我會不會說 很久不見了 我釣到了 超開心的 這條是捉雜魚 我又釣到了 我簡直是天蟲 我們已經釣完魚回來了 我們釣了的魚 他們加錢就會 料理好 然後加入我們的晚餐 現在他們晚餐 有少少時間 所以就帶大家看看 我們房間裡是什麼樣子 超和式 很大 這個 這個桌子 厲害 應該一會就會在這裡吃飯 然後這邊 有一個陽台風的地方 大家可以在這裡探茶 很Chill 它的茶壺式我覺得很漂亮 你看這個 有點像馬戲團的感覺 紅藍雙間 有點像紅藍菊花 然後它的碟 我不知道自己想多了 但是我總是覺得是雪窩 就是這個 淡露島的特色 各位觀眾 大家看看 這個開瓶器 哇 好漂亮啊 這裡是釣魚很出名的 所以就有這個 魚型的開瓶器 上面還好像露了一些珠寶 剛剛真的嚇死我 我已經換了衣服 然後就準備隨便開一下櫃 這樣 然後我看到這裡有一個 這樣的櫃 這樣 我以為裡面可能是放了一些 棉被啊 或者是一些什麼 小東西 這樣 然後我就打開它 一打開 是我啊 原來是髮型來的 你可不可以讓我自己嚇死 我剛才是 這樣吧 哇 哇 我現在就在火裡吃我的背脊料理 現在就全部到齊了 いただきます 這個呢 根本呢 是一個藝術品來的 它上面呢 全部都是秋天的意象 弄得好像一幅畫 有這個 墨田裡面的墨 可以用來鬥貓 變成鬥貓 然後有 南瓜 然後有銀行 你看 很漂亮啊 這個就是剛剛我釣的那條魚了 後面這個呢 是剛好 有個 哥哥 他釣了 但是他不吃啊 所以呢他送了給我 他的旗是 精型 剔透 像一個藝術品 那樣 他們做到 即釣即吃自己 釣的魚 在 溫泉旅館裡面呢 真的很少見 哇 瓜子閃閃發光 嗯 這個肉很彈 但我想像中它是濃味的 但原來它是清清的 它聽到超級的 超級的 好吃 銀色的 應該大家很少有機會吃到 偷光的 救命 是 這個是 泰刀魚來的 嗯 我人生第一次吃泰刀魚的 刺身 它的皮 是 有點咬口 那肉呢 也是 偏向有彈性的一種魚 即釣即食的魚 是 很彈牙的 然後呢 就要來享受這條魚了 這魚的名字就搞笑了 叫做石狗公 那就讓我吃了這條狗公 其實它每一個魚 它都會 任你選擇 想怎樣吃 但是呢 這個石狗公 它就特別推介我 是炸 我又找到了 這條狗公 哇 脆得 好像薯片一樣 嗯 很美味 真的 它連骨子都吃得 骨子很脆 給我 但是 那些白色的部分呢 很 很軟的 進口即溶 那些肉化開 這樣 那我就已經點了這個 Sukiyaki的火了 現在呢就準備 它一滾呢 就燒我的 蛋露牛 好大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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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是很大塊 鋪開它 對不起 這樣鋪開它 讓它變一變色 再反過來 就搞定了 結束 嗯 我還是覺得蛋露和牛 它們一定是有油脂的部分 特別好吃 因為它的油脂呢 是特別香的 最後就到我們的虎飯了 那我現在就開蓋了 鯛魚 明太子虎飯 在這裡呢 就想嚴正地提醒大家 苦飯呢 是用碗吃 並不是用苦吃 OK 千萬不要出醜啦 我可以吃 今天會不會吃 快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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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尬 啊啊 哇 玉琳這裡超恐怖 但上面完全那種 影會不會汪 蛤 U保 second 我們今天就來到這裡作香 這些香不是普通的綫香 而是有形狀的香 那我們就廢話小狗 立刻進去香菇啦 GoGoGo 有這個 紫蘭蕃蕃蕃草 然後有 玫瑰 還有楊金菇 然後我就拿起這瓶棒棒 去攪拌均勻 去剛剛這個 東西 我一直按 按 按 我經過了 狗牛耳父之力 終於把剛剛那個東西 變成了這個 好像 這個 紫薯 紫薯甜品的東西 我覺得我好像那些 道士在那裡 連鮮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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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要做這個 小兔 按開 出發 現在呢 就要把 做出來的 Hurlite就放在這個紙箱上 紙皮上 剛剛我得到了一支牙刺 當然不是用來給你撩牙 是用來給你在桃案上加一些花園 糟了 我不知道加什麼好啊 救命 看不看得到啊? 出現了葉麻 啊! 好濕濕 耐巴 整立點證 已經過了幾千年的努力 沒錯 沒有幾千年了 10分鐘左右 我終於完成了我的香的畫 全部每一個都畫了小小東西 大家也說這隻兔子超級搞笑的 我自己也很喜歡這隻兔子 哈哈哈哈 大概兩三天左右 它就會乾 乾了之後就可以用 那怎樣用呢? 大家拿著這個香 拿著 然後呢 就點火 點火之後呢 就放在這個東西上面 然後呢 就把整個香 再連這個東西 放在碟上 那就可以用的了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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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後一站 我們要來吃午餐了 大家看看 這個設施超級搞笑的 搭車 然後有SoSo 然後這個是 紅順 露台的位 超漂亮的 白色那個 嘩!很想快點上去坐 如果不想坐外面那些座位的話呢 如果不想坐外面那些座位的話呢 它也有一些半露天的座位在裡面 也是很夏威夷風的 你看看那些護膚 超可愛的 你看看 你看看 淡露牛和淡露洋蔥的肉醬意粉 大家看看我的背景 我寧願自己背光也要讓大家看到這麼漂亮的背景 超漂亮 而且 還有 很 很悠閒的感覺 很舒適 你會覺得 嗯 洗手你的疲勞的感覺 開動 嗯 嗯 嗯 它的意粉是煙韌的 是一個彈牙的意粉 這個是淡露島的沙律 全部的蔬菜都是用淡露島做的 然後上面加了一些煙三文魚 這杯這麼漂亮的呢 其實是這個檸檬梳打來的 它有很多種不同的顏色 但是還沒有在這裡 那我就選了清空的顏色 配上我身後面的藍 那希望大家如果有機會 下次來到關西空港的話 不妨自駕遊 來淡露島玩幾天 如果你也喜歡這條影片的話 歡迎你高台貴手 指 震行 訂閱 留言 做圓體廣告 那我們就下條影片再見啦 Goodbye 拜拜 按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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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下